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号机组反应堆内一直有燃料棒部分露出水面 反应堆内的温度也一直很高 东京电力公司5号曾经宣布 当天1号机组反应堆压力容器上部温度仍然高达234摄氏度 远未达到10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状态 另外2号机组反应堆压力容器上部温度为142摄氏度 3号机组反应堆压力容器上部为85摄氏度 虽然目前为1号机组反应堆注水降温的工作还在继续 但是随着大量的水被注入 水分解之后产生的氢气和氧气也正在积累 再加上来自外界的氧气 使反应堆安全翘面临发生爆炸的危险 1号机组在日本大地震之后曾经发生爆炸 反应堆所在建筑的屋顶和墙壁被炸飞 爆炸原因被认为是由建筑内部积累的氢气燃烧所致 东京电力公司这一次准备向安全翘内注入约6000立方米的氮气 并预计在数日之内注入完毕 此外 该公司还考虑向2号和3号机组反应堆的安全翘内注入氮气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知也幸南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虽然污水外泄已经停止 但是总体情况还是很严峻 不能放松 与此同时 为了在有限的存储空间内 存放更具危险性的高浓度放射性污水 东电公司从4号开始调集10台水泵 向海中排放含低浓度放射物质的污水 截至当地时间5号下午 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内的1万吨辐射污水 已经有4200吨排入海水当中 此外 5号和6号机组附近的1500吨低污染电下水 也已经排出了至少30吨 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吴布玉红 6号上午前往东电总部 与东电董事长盛吴恒久举行会谈 就该公司向大海排放因辅导低核电站事故 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提出抗议 吴布指出 东电的做法践踏了全国渔业工作者 为稳定提供安全放心的水产品做出的努力 希望东电能够明确这起重大事故的责任 对此 盛吴表示 东电将尽最大努力和政府商量 做出最大限度的赔偿 朝鲜中央电视台5号在节目中请来了一位气象专家 介绍说平壤 圆山 青金等地区检测出了放射性核素 点色 他表示这些地区历年同期并没有检出过这些放射性物质 不过朝鲜方面并没有公开具体检测到的放射性物质含量 朝鲜中央电视台当天还报道说 日本福岛核电站所释放出的放射性物质 将会随着东风于7号抵达朝鲜 而7号当天可能会下大雨 雨水可能会含有极微量的放射性物质 因此提醒国民最好避开雨水 4月6号 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地区空气中 监测到来自日本核事故释放出的极微量人工放射性核素点131 其中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贵州 宁夏和新疆等2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空气中 同时监测到更加微量的人工放射性核素色137和色134 4月5号 从北京 天津 河南等地区抽检的菠菜表面 发现了极微量的放射性点131 其含量仅相当于国家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规定水平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 各地环境辐射水平较昨日没有明显变化 综合监测分析认为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不会对中国环境及境内公众健康造成危害 无需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中国部队的帮助下 利比亚反政府武装4号上能顶住政府军的火力 控制了布雷加东部地区 但是5号一早 政府军就再次向反政府武装发动了持续的高强度炮火攻击 反政府武装最终难以招架 开始向班加西方向全面撤退 甚少露面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夫杜勒·法塔赫·尤尼斯 5号出现在班加西的新闻发布会上 称尽管联合国给了北约行动的权利 但是北约什么都没有做 尤尼斯还说除非北约能够有效地采取行动 否则将请求联合国安理会暂停北约对本次军事行动的指挥权 对此北约发言人伦杰斯库回应道 这是利比亚反对派在位自身辩解 从北约接手利比亚行动军事指挥权 至今联合行动并没有出现任何停滞 仅过去一周就发动了851次袭击 北约在利比亚的行动完全是尽职尽责的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 一名北约高级官员5号表示 卡扎菲军队有意将士兵和武器藏匿在平民区 因此北约无法在政府军利用平民当人盾的情况下进行空袭 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北约的军事行动 土耳其外长5号分别与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 以及卡扎菲特使就利比亚问题进行会谈 而反政府武装的代表也将于近日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不过土耳其方面5号表示 目前外交努力没有任何突破 土耳其是北约中唯一一个穆斯利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此前多次反对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5号表示 北约应当采取尊重利比亚人民意愿的立场 避免陷入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的泥潭 此外一个由南非和乌干达等五国领导人组成的非盟委员会 定于下周抵达利比亚 寻求以政治途径解决利比亚危机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个代表团 本月15号起将访问利比亚 利比亚政府立场也有所软化 利比亚副外长卡伊姆5号表示 如果反政府武装放下武器 政府愿意进行政治对话 此外新任利比亚外长奥贝迪作为卡扎菲的特使 3号到4号先后访问了希腊等国 讨论化解利比亚危机的可能途径 但是从受访国家的表态来看 此次外交斡旋似乎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 与此同时 反对派方面也在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 一名白宫官员5号表示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使史蒂文斯 当天抵达班加西与反对派会面 本次访问有可能为美国承认反对派政权奠定基础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政府和反对派之间 在卡扎菲的去留问题上立场坚决难以调和 因此外交斡旋的努力难有效果 降低明显室 降低明显室